这个大家一起做 这一次这个的季节里头 我就觉得上帝感动我 要有一个的系列 那再一次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的事 我们一起来唱歌 如果你会唱的话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 Come on 一起来 沙漠有了我 永远不寂寞 开满了青春的花朵 我在高声唱 你在精神科 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和 你给我小雨点 自愿我信我 我给你小微风 吹开你花朵 爱情的小花朵 属于你和我 我们俩的爱情 就像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 也会躲着我 它也会把握着把 爱情的火 对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 不要紧张 我们不是异端 所以刚才我叫大家先坐下来 我们不是用这首歌来敬拜赞美 所以不要剪接了这一段的影片 就 心里现在我是异端 他们用热情的沙漠来敬拜 我们是发现 有很多的歌曲 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一直说 当我们唱歌 就是因为 在灵里头 我们一直觉得 好像有一些的共鸣 在唱歌的时候 那我们就发现 很多我们唱的歌 跟诗篇 是能够有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 在诗篇里头很有意思的 因为只有这一个的诗篇 是叫做大赞美 有很多的赞美诗 但是只有这一篇 叫做大赞美 那我想要今天从这里头 我们要能够 一起来有一些的学习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因为你的爱 就像热情的沙漠一样 你爱我们超越一切 主今天让我们 在你的话语上面 能够再一次被你提醒 谢谢你主 奉耶稣基督的领导告 所以这一个的诗篇 是在136 这一个应该是 大卫所写出来的 那他所把它弄 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不同的说法 但是其中一个就是说 这是大卫他所准备 摆在圣殿里头 然后希望立位人 每一天能够唱 这一个 那这个呢 也是大概 所罗门在宪殿的时候 他们有唱的 更重要的 这个也是约沙法王 他出去征战的时候 他们所唱的一篇的诗篇 就是这一个 那这136篇叫做 最大的赞美 The Great Hallel 为什么是叫做大赞美 因为你会发现 在这里头 所有的诗篇里头 它总共是26节 26节里头 一直重复的 重复26次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大家一起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第一节是 他的慈爱 从第二节开始 都有多加一个字 是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所以呢 在圣殿里头 他们大概就会是 这个样子 就是 祭司们 立位人 他们就会读 前面的经文 然后呢 所有的会众 他们就会 说第二段的经文 所以我们今天就试试看 这26节 我来读前面的 你们来读后面的 就如同我们在 当时候的圣殿一样 可以吗 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 OK 来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时代永远 称谢那铺地在水上的 因他的时代永远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时代永远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时代永远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 因他的时代永远 他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出来 他施展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 推翻在红海里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 行走旷野的 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他杀略有名的君王 就是杀略亚摩利王西红 又杀巴山王二 他将他们的地 赐他的百姓为业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咱们拍照吧 我们要称谢天上 很有意思哦 二十六节里头 就一直的在赞美 上帝所做的 你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 你可以把它分成是四大阶段 在这四个里面 就他的主题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就能够来看一下 第一个他在讲什么 是神他的本质 所以刚才我们就在读的时候 第一节 你开始一直到第三节 他讲到的是 他本为善 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在形容的就是 他是一个良善的神 阿们吗 就是他是一个良善的神 他掌权一切 他大有能力 这就是他说 我们的神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他说 你必须要能够先看清楚 我们的神 因为如果你看不清楚 如果你不好好认识他 就非常非常的容易 就开始怀疑 因为魔鬼一开始 就是要让人怀疑神 他就说 神真的这样子说吗 他真的要把最好的给你吗 你确定不能够吃吗 你真的了解到吗 就是every time 神 他的良善 是被受到人家来挑战的 就是我们会一直被挑战 是说 我们的神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 但是当你能够了解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 你心里头就不会再怀疑了 就是当你越来越理解 你的心会很坚定 你知道所以在以色列 常常我们会听到 有一个的名词 叫称它为是叫做 秋雨跟春雨 春雨与秋雨 那这两个的雨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的雨 应该是假如说 以顺序来看 是叫做秋雨 大家说秋雨 然后再是春雨 春天的雨跟秋天的雨 因为是这个样子 夏天以色列很热 热到一个的程度 地都变硬了 所以他们必须要等到 有雨水来临的时候 所以在当时候的农夫 他们就要等到 那雨水来临的时候 就是秋天 秋天雨水一来临 地就能够开始来做 耕耘的动作 然后这耕耘的动作之后 就可以开始撒种 所以你知道圣经里头 也有讲过另外一句话 就是流泪撒种的 必怎么样 欢呼收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到秋天的时候 他们在春天所收割 当时候所有的稻谷 大概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他们就可能只剩下这一袋 假如说这一袋 现在吃的话 会满足现在的需要 但是他们必须要用这一袋 去当作种子 所以这个的种子 他们种下去的时候 肚子是饿的 他们就在流泪撒种 听懂吗 因为这个现在 明明我就可以满足我自己 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的种子 给撒下去 因为这个种子撒下去 后面我才能够欢呼收割 但是这个的种子 所以你能够了解好 圣经里头每一次讲到奉献 都是一个信心的挑战 所以每一次讲到奉献的时候 都是你能不能够相信 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 所以圣经里头也就写的是说 你需要把头身 头身的这一个的牛羊 要献给神 这个对我们来讲 我们听不懂 说这个跟我们的差别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头身的 因为假如说这一只羊 它生了第一只的羊出来 那你就把第一只的羊杀掉 说我献给神 你不确定 你的羊还会不会生第二只羊 所以安全起见 应该是献上哪一只 哪一只 第二只 因为生了第一只 先留着 唇底 第二只可以杀 因为我不确定 还会不会有第二只 但是神就说 你可不可以相信我 是良善的 所以你第一个给我 你把这个给我 之后 你看我会做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信心 就是你相信神是良善的 所以我们讲 十一奉献的时候 也是啊 就是你一拿到 我们的薪水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十分之一挪出来 是跟上帝讲说 上帝我相信 我相信 我用十分之九 能够做的是超越 我十分之十 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我礼拜天 能够休息 也是因为我相信 我今天休息 我后面 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这个撒种的 很重要就是 当秋天的时候 突然的 所以种子撒下去了 然后这个种子 就开始长 长长长长长 但是这个的种子 的水分不够 来长出 它需要的稻谷 或者是那些的果实 长不出来 它必须要等到春天 第二次的雨来了 这所有的农作物 才会开始有果实出来 大家了解 所以他必须等 他需要秋天下雨 撒种 但是他需要 等到春天 第二次下雨 他才是收割的时间 但是这个的农夫 他需要有一个信心 就是有了秋雨 之后一定会有什么雨 春雨 所以他等到一月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东西 长起来了 还没有 春雨 他心里头就开始怀疑咯 哎呀 怎么还没有春雨 怎么还没有春雨 你知道 耐心 信心跟耐心 是连结在一起的 Patience 就是你能不能够 相信会来 不要急 不要早 你看 二月 还没有下雨 三月 还没有下雨 这时候越来越紧张了 到底会不会下雨 到底会不会下雨 四月 一号 没下雨 就开始怀疑了 哎呀 会不会今年不会下雨 惨了 惨了 死定了 有些人在这时候就可以 就过去了 他们就开始收割 月 没救了 但是你这时候收割 会有什么 草 答对了 就是不会有果实 就是一堆的杂草 你就是收了一堆的稻草 回来 就是你需要有信心 说去年春天有下雨 前年春天有下雨 今年春天会不会下雨 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功课 是说上帝 我看清楚你是什么样子 就是过去你帮助我 现在会不会帮助我 未来会不会帮助我 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神 他是良善的神 所以圣经里头说 他是我们的福分 福分的意思是什么 福分的意思就是 你看到神 你就说上帝 我知道你是我最重要的 而不是什么呢 很多的人说 上帝 我会相信你是我最重要的 如果你给我这个 那对不起 其实你的这个 才是最重要的 有听懂吗 如果上帝 你让我赚大钱 我就相信你 那大钱就比神重要 但是当你说上帝 你是我的福分就是 我不管得时不得时 好或坏 高山或低谷 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对不对 就是有婚姻 没婚姻 工作成功 失败 我都相信一样事情 你是良善的神 这就是很大的挑战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最大最大最大的挑战 是我们要能够相信 他的良善 所以在所有的挑战里头 魔鬼他就会 摆很多很多的怀疑 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觉得 不会成功 让我们觉得 要失败了 让我们觉得 做不到 所以 我最近就在读这一段 就是也提醒着我 这是一个牧师 他所教的 我也希望这个 说不定可以帮助你们 就是要能够打破生活中 负面循环的九个方法 所以在这边有九个 第一个 就是在你困难当中 你要寻找耶稣 就是在暴风雨里头 你要看见到耶稣 在所有的状况里头 你要知道 耶稣他一直的存在 第二个 你要默想神在你生命中 过去的奇迹和作为 就是你永远一直数算说 上帝过去你做了 我相信现在 你还是能够做得到 第三个 你要无论感觉如何的时候 都要培养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你不是 感觉良好再感恩 是好或不好 一直操练感恩的 第四个 避免痛苦 找办正后群 这一堂跟上一堂一样 前面三个都没有人拍照 这一个大家就开始拍照 就是因为 你会发现 我们最爱找的是什么 就是 跟你一起 发牢骚的人 你最喜欢找的 不要你了 我们最爱找 就是讨拍的人 我们最喜欢人家 跟我们一起苦 好苦啊 对真的好苦 好难的 对真的好难 好糟糕 对 然后你就发现 越来越糟糕 其实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也还好 对不对了 你真的仔细想一下 所以小心这种人 如果你身旁的人 每一次 当你说好糟糕 他就说更糟糕 好苦 更苦 好难 死定了 赶快换一个朋友 OK 他就说 但是 怪牧师 那就是我的小组 他就说 那我们赶快 帮你换一个小组 第五个 在灵里祷告 所以我们才一直鼓励大家 被圣灵充满 朝廉方言祷告 第六个 学习什么呢 每一天给自己一个心灵的假期 就是在你痛苦当中 去想一个不一样的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思想 不要一直活在一个的死胡同里头 OK 第七个 提醒自己这些情况不会持续永远 你说牧师 但是如果我就这个样子死掉了呢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死掉不是结束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等着我们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子 早死 晚死 我们都会死 对某一些人 因为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要有一个真理在我们里头 就是我们不是死 圣经说我们是睡着了 然后我们醒过来 是进入到另外的生命里面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最大的一个盼望 他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 就是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了 所以保罗他就说 死亡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多么大的一个盼望 就是我们根本不用害怕 因为死了之后是更美好的 只是魔鬼一直希望我们害怕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怕 跟旁边说不要怕 因为感觉起来有些人越来越怕的感觉 记得别忘记最终一切都会变好 如果还没有好 代表还没结束 第九 拒绝与任何没有希望的想法合作 OK 不要去跟他一直想 好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从这一边能够看 第二个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是他的创造 It's amazing 因为当你去看神的创造的时候 在大自然里头 他刚才就在形容 所有的经文里 你看到他创造的太阳 你看到他创造的月亮 你看到他创造在大水之上的地 他说你去看神的创造 因为当你去看神的创造的时候 你就会学习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会开始看到神的杰作 你知道看到神的杰作 为什么是这么样子的重要 因为当你看到神的杰作 你就能够看到 这一个做出杰作的艺术家 它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你看见到在这一边 Mona Lisa的时候 你就会学习到 就每一次就说 因为Da Vinci 他在这一边 他的观念是什么 他当时候画画是什么 他喜欢的是什么 他用的色彩是什么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是Da Vinci 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说 这个不是Da Vinci 这是自然界所发生出来的 没有这个的艺术家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 每一次我们在讲说 创造论里头的 他就说 这个就是 不可能的是 如果今天我跟你讲 我最新的产品就是 在这一盒的彩色笔 加上纸摆在里头 然后 摇200下 就会出Da Vinci 然后我在网络会卖 这个的魔法盒 在这边 如果有人在网络上面 想要帮我来推销 这个的盒子 我答应所有赚到的钱 会用在事工上面 因为我觉得 没有人会这么笨 会相信 我可以甩出一幅画 但是 为什么 当我们看到 大自然的时候 你看到日月星辰 你看到地心引力的 这一个的律法在 你看到 所有一切的创造 是如此的精密 但是你说 这个是意外里头 所发生的 通常意外都很糟 你骑摩托车 出意外会 摩托车摔成一台冰士吗 对 就是我骑摩托车 发生了意外 然后我得到了一台冰士 然后我从一百七十公分 摔成一百八十公分 从来没有一个意外 是好事情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能够想象 当我们看到了 所有的创造 然后我们就说 没有创造者 没有艺术家 没有 多伤啊 如果今天你做了一个东西 一道菜在这边 然后呢 就说这是哪一个人做的 没有人做的 变出来的 一头猪撞到了一个电线杆 垫下来 把它垫成了猪海 你想大厨的感觉是什么 舒服还不舒服 舒不舒服啊 对不对 不舒服 你想上帝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看到杰作的时候 你看到上帝的杰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什么呢 你会发现到另外的一个 特别的是他的品格 就是上帝的不变性 他的中心 他的不改变 就是太阳明天会不会出来 就是你知道 everything在创造里头 所以圣经上面写着 就是说你在整个神的创造里头 你会看到他的良善 看到他的本质 看到所有一切 因为上帝给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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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的线索 让你可以找到他 所以魔鬼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看不到线索 怎么样子看不到线索 就是当你忙碌的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你就看不到线索 像我不知道在这边有多少人 你会花时间去看看月亮 看看星星 还是你会看的比较多的是 人家IG上面所拍出来的月亮跟星星 你了解吗 就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忙 很多的时间 去做别的事情 很少的时间 去看看上帝的创造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有鼓励弟兄姐妹 每一个礼拜 你都要去创造旷野 要能够创造旷野是什么 就是你每一个礼拜 需要到旷野里头 就是户外 大自然 因为我们住在的是一个水泥森林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到大自然 如果没有大自然 就带VR 在台湾都可以找得到大自然 所以在大自然以外 第二个 独处 不是找一群人去野餐 这是你跟神的时间 第三个 在动作 就是你一边走 一边动 一边祷告 一边观察 一边聆听 所以当你能够去看这些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了解到上帝所说的 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就讲 他说什么 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 若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吉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一朵花 就是你会开始注意到很多的 耶稣说你没看到吗 这个麻雀这么不值钱的 上帝都看顾他 你比麻雀重要这么多 你不觉得上帝会看顾你吗 就是麻雀是没人管的 上帝都看顾 你很重要 Amen 一朵花一下子就不见的 上帝弄那么美 何况是你 上帝很看重你的生命 请听好这一句话 当世界是跟你讲说 你是一个意外 你就不重要了 你是意外 我们只是一个动物 我们是变出来的 你是没有意义的 你是没有命定的 所以你就变得很不重要 让我跟你讲 你不是意外 你是杰作 你是杰作 所以请你就注意到了 第三个 你就发现到 他在形容的是什么 他的救赎 他第十节到第十五节 他就一直讲说 上帝怎么样子 释放他的百姓 他讲说他击杀敌人 上帝过去在击杀敌人 现在上帝还是要让你 胜过你所有的仇敌 他不只是击杀敌人 他拯救百姓 过去上帝怎么样子拯救百姓 现在上帝还是要拯救他的百姓 他第三 他分别他的百姓出来 是分别为圣的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他过去怎么样子分别 现在还是一样 我们是要分别为圣的 他推翻敌人 埃及被推翻 现在你也要知道 所有的敌人在你前面 你不要害怕 上帝会带你推翻敌人的 他指引他的百姓 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 所以你就看见到 他所有的道路 所有的征战 上帝都在带领着我们 所以你记不记得 救赎是什么 救赎在新约当中 有三个的形容词 因为是一个顺序 三个的形容是什么 第一个的救赎叫做 它是什么呢 就是从一个奴隶 他是从市场上购买回来的 就是在这个拍卖的现场 这个的奴隶 本来要被卖掉的 神说我把它买回来了 第二个 他就说是什么呢 这一个的是说 是从市场上撤销 所以不是只是买回来 他说现在 这个的奴隶是再也不卖 很重要哦 因为这个是我们心中 要有一个确信 上帝爱我们到一个的程度 他救赎我们 他永远不会放开我们的 我们不要紧张 你做得不好 所以上帝把你丢掉了 你看今天发生这个 为什么 因为你早上没有起来 早上饱 你知道为什么 你现在不蒙福吗 因为你没有1189 你只有1180 你少了九张 你了解吗 就是 我犯冲了 因为我们要来祷告会 就是我们一直紧张 就好像我们要一直考试 得到神的喜悦 上帝说 No 你现在从现在开始 第一个 我把你买回来了 第二个 你不要紧张 你现在是非卖品 但是很多人就还是卡在这一边 就是他们从第一个买回来了 上帝救赎了 第二个 所以他们一直很紧张 上帝还会把他们给丢掉 上帝觉得我不够好 我毒精毒的不够 我敬拜赞美累了 我坐下来了 所以今天 我就开始犯冲 你懂吗 我们一直紧张说 上帝会不会不爱我 所以第二个 就开始讲说 上帝很爱你 你不要紧张 他很爱很爱你 他不会把你给丢掉 但是第三个 救赎 里头一个真理是什么 他说他不只是把你买回 不只是说你是非卖品 他第三个 他说你现在是自由的 他说我现在让你不是成为奴隶 你是我的儿子 儿子跟奴隶一样不一样 他说你是我的孩子 你的身份不一样 你永远不会再被卖掉 你现在是父亲 释放自由人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这时候应该可以拍张 《荣耀归》给神吧 所以他就讲 他说天理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相 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 懂了一些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也离我们有多远 你知道上帝就说我到底爱你有多少 你知道小孩就说我爱你这么多 这就是他的极限 上帝就说我爱你 我来给你看 他说是天离地有多么的远 这是我对你的爱 什么是天离地 你知道天离地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从这个地 地点现在right now 从这个的点往上开始 你要能够离开我们的银河系 这个的银河系 总共需要花130亿光年 银河系 就是我们从这个的银河系 这一点离开我们的银河系 要130亿光年 就是说你需要130亿年 用光速才能够离开 离开这个银河系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 还有很多其他的银河系 上帝就说我的爱就是这么远 代表是永远用不完的爱 因为你知道他们说 现在宇宙还在成长 That's amazing 然后他就说 我要让你的作品是东离西有多远 这东离西很重要哦 因为它不是南和北 你说牧师有差别吗 有 因为如果你不管是南或者是北 你北有一天会变南 你南有一天会变北 你们还在想吗 对吗 你 但是如果你往东跟往西 你往东你是永远往东 你往西是永远往西 就是东不会变西 西不会变东 如果你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是台湾教育的问题 不是我讲到的问题哦 你懂吗 Never 就代表一样事情 你的罪 你的失败 永远不会再被提起来了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 就是那个讨债的人永远追不到你 谁是讨债的人 魔鬼 因为魔鬼永远提醒着你的失败 魔鬼永远提醒着你欠多少 你做错多少 你多糟糕 但是神就说 Never 再也提不到了 再也不会有了 就是以过一切都变成行的了 第四个 你看见到神的保佑 所以刚才从第23节到第25节哦 一直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他顾念我们 他就把我们擦吃粮食给 凡有喜气的 所以顾念我们 卑微 意思就是说我这么低 我又不是老板 我又不是台积电的CEO 对不对 就是我不是台积电的CEO 我是在乌来台积电的一个厨师 你们知道乌来有一个台积电 是卖烤鸡的 在乌来那边叫做台积电 是卖烤鸡的 好 对不对 就是我也在台积电 做厨师 OK 好 但是你就会在想 哎呀 这个要救永远是救 那个 他说No 我不管你什么地位 我都会救你 他说第二个 他记得我们 就是我 I remember you 我们通常都是气得 大观 对不对 就是哎呀 他说某某CEO 我会记得 但是说某某趴车小弟 不记得 不记得 但是上帝说我都记得 他说我不只是记得 我会拯救 不管你在什么状况 我会拯救你 第三个 而且我会供应你 供应什么种人 很重要吗 你注意 他供应什么人 凡有血气的 Amen 在这边 凡有血气的 举手一下 你不举手 可能现在已经七月了 对不对 凡有血气的 谁是凡有血气的 我们 Amazing 所以神他就说了 他说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的能长阔高深 什么是爱的长阔高深 神的爱的宽度是什么 就是什么人 他都要拯救 他说 什么是神爱的长度 就是这个的爱 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爱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爱有限度 我爱不下去了 神说 我永远爱得下去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神 神爱的深度 是那一个热情度 就是当我们还不爱他的时候 他已经爱我们了 你知道神爱我们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不要你爱我 他说我还是要爱你 我不要 神就说 那我就是要 然后是爱你 爱到一个的程度 你终于心软了 你可以给他一直吃闭门羹 但是他会继续的来扣门 扣你心房的门 直到你开门让他进来 这是为什么 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信主的原因 是你有一个朋友 一直邀请你 有没有人在这边 是这个样子的 你已经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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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然后 最后 你的朋友就是不放弃 就是把你给带来了 你的朋友为什么这么有耐心 你不要以为 因为你很可爱 真的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可爱 我们都好像很少照镜子 真的 我们很不可爱 越认识我们的人 越知道我们不可爱 但是 你的朋友 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爱你 因为上帝的爱在他的里头 所以神的高度是什么 就是这个的高度 是超越我们所有的软弱 这个的高度是什么 他就算是被批评 就算是被骂 你能够想想看 我们的神 多少时候 是被取笑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每一次当我们 在讲基督教的时候 或讲耶稣的时候 有多少批评的声音 取笑的声音 神说 我没差 我就是爱他 这就是我们神的爱 所以 诗篇136篇是叫做大的赞美 就是因为当我们每一次 开始怀疑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神的本质 当我们在想说 到底我的神是多伟大 你看他的创造 当我们 开始觉得 我被控告 想到他的救赎 当我们看到 旁边危险的时候 记得他的保佑 这就是我们的神 他的救赎 你们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